凉拌洋葱 切记不要直接放盐 今天大厨就教你正确做法 这样做出来的洋葱 清脆爽口又开胃 比饭店的都要好吃 先把洋葱切成细丝 然后下手把洋葱抖散 放入碗中 接着加入一勺白糖 加入白糖 会让洋葱的口感更加的清甜 同时减少洋葱的辛辣味 抓匀后 把冰箱放进洋葱里冷藏10分钟 再准备一根黄瓜 用刀拍一拍 切成小段 我每天都在用心地叫做菜 能否点个小心心鼓励一下 非常感谢 再来切点小米椒和蒜末 再来切一点香菜 洋葱泡好后 倒入适量的清水 把洋葱清洗干净 洗去多余的糖分 然后控水捞出 放入碗中 接着放入黄瓜 煮熟的木耳 小米椒和蒜末 最后倒入88粒花生米 和适量的香菜 好吃的关键 是加入这个饭店大厨 根据比例调配好的凉拌制 天热用它做各种凉拌菜 凉拌黄瓜 凉拌藕片 凉拌土豆丝等都非常好吃 抓匀后就可以装入盘中开吃了 用这个方法做的凉拌洋葱 清脆爽口 开胃又下饭 真的太好吃了 你也做给家人试试吧